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把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以为的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踏你所望 欢迎来到逢星期一的炮傘教理潮 我记得Time is everything 我发现最美的Time 我们掌握得到了 怎样说呢 如果跟炮傘的国有很清晰 大家知道星期五给了什么 圆机的功课 什么圆机的功课 每一天,如果你的副昌开户口 或者是秒头group 我都会派功课给大家 说回当日开市的见解 和我的观点 上星期五 上星期五 我看了几天的盘 斗胆地认为 认为两万两千点就说再见 没有了 不要想太多了 我看到上星期三四五个成交 是有1800亿 1600亿 然后上1800亿 你不要忘记 这个是恒指换码 恒指换码 就是告诉你 其实成交强硬get up到 两万两千一百点 这个本月高位之后 是成交是 每天都下跌 每天都下跌 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市场 OK 其实市场 根本没大家想到这么理想 OK 没想到大家这么理想 我亦都和大家说了 要小心一点 甚至乎根本两万两千 一个很好的timing 去做一个淡仓 是淡仓 就是说要去到这些位 当时的高点 本月的高位 叫大家做淡仓 我相信有些人会不会很aggressive 很进取 成交是一个不会骗人的东西 成交是不会骗人的 所以就是说 两万两千点 我只是和大家说 这个是非生即死 非生即死 现在已经 转转了 达了七百几点 这么多了 就算我上个星期 不用一句 海盗船战略 水平线 OK 水平线 跟我的粉丝很清晰 什么叫水平线 水平线一定要吃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不要问 可否多点 有时候 去到这些位置 就要吃了 不吃就糟糕了 阿里巴巴 这些股价 极度波动 今天跌幅的榜首 就是阿里巴巴 所以一定要捉住你的建筑 牢牢捉住 才有一个机遇 契机去做到盈利 当然 你跟我的话 我会告诉你 什么叫契机 你不要看今天 市场这么差 其实租有些股份 是升的 比亚迪 其实比亚迪 上个星期的观点 我看盘 其实今天 汽车板块 是会上的 我看他今个星期 是会穿二百 四十六点零 二百四十 不是 三百二十四 我看了他的市盈率 三百二十四个六 我看三百二十四个六 我看他会穿了这个 历史新高 再弱的股市 都有强的板块 再弱的股市 都有强的板块 找对象做淡的 一定要找得对 找得清晰 找得正确 不要找错隔壁 知道哪些板块是 如目混珠 哪些板块是 骗人的扮升 做淡 潮退的时候 谁在那里挪泳 其实市场 就会很清晰 这样告诉大家 早晨 幽灵王子 早晨 Ava 早晨 老书仔 早晨 这个是否失金手指 还是认得你的样子 肥吉 Vivian 逍遥 Wh 昨天 炮姐和朋友 炒家 朋友 吃很厉害 很明显 刚刚又说 昨天本来输到 跌几点 炮姐 超过五百点 又有一餐饭吃了 我终于和一些优势炒家 做朋友 为什麽呢 就是永远都会有东西 落袋 永远都会有点 想头 思维 落袋 永远是 给你赚一餐饭 更加有好处 先看看 炮姐的Facebook 不是这个 不是看我Facebook 看看官方专业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官方 在哪里 在这里 就是说 我的车是否很漂亮 其实很厉害 有时候做人都要 奖励一下自己 如果你想追踪多些文章 各方面 可以追踪Facebook 例如生活照 Kidikkat 都可以大家去 参详一下 人生除了炒事 其实是很赶阔的 阿姐认为是 超级无敌宇宙 赶阔 恒子其实经历了 2万2千点大关之后 出了一个状态 什么状态 闪奔状态 闪奔状态 有人跟我说 最重要是 follow我所有直播 我都赞同 因为上星期五 我们都在Investor 跟那边的观众分享了 就是说 不要觉得现在是什么转勢 现在是叫大波动 大波动最好的地方就是 嘟嘟嘟嘟嘟嘟 这里沽 这里渡 这里沽 这里沽 这是大波动的重点 OK 大波动的重点 700 去到400元 打下来 OK 3690 去到200元 316 去到200 吃糊的重要性 OK 到位 到假就要吃 OK 到位 到假就要吃 不吃的 知道什么结果吗 那就吐了出来 知道吗 甚至乎 进取醒目的朋友 或者跟开我的朋友 你们醒目 懂得想的 可以做一些淡仓 例如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今早的同学 有个红仔 红仔就问我 吃不吃好 我就问你究竟是什么杠杆 和距离 究竟是多远 因为其实如果你说不同杠杆 的话 有不同的策略 但是最重要是你不买淡仓也算了 你不可以两万两千点 这些一百天线的高位 飞身即死的位置 走去拨好仓 恭喜你了 今天你糟糕了 今个礼拜 其实这个业绩周期已经是过了 OK 三个字 联署局 联署局议色 今晚我帮我详细分析一下 拜登的出身 联署局主席的背景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了解一间公司 或者了解一个国家 它的领导人的背景 它的出身是非常重要 会影响到它的手段 它的政策 不同的方面 都绝对影响到 OK 入到朋友记得给like 我们的直播 和follow我们的 富昌财经台 我想说初一十五 不是初一十五 逢星期一三五 或者没有外展节目的话 我们在这里会准时10点钟 有时不准时10点零五分 在这里弹出来和大家见面 OK 今天两条防线 OK 两条防线 我给到21148 还有21293 你看到它上到去的中间位 中间位 看到吗 看到吗 还未上得回去 所以它又向下压 但即日波幅来说 248点 不多 它会再走的 你会不会播放反弹 那些人最喜欢的 跌500 就说 但100也好 不要这么思想 因为今天这么弱势压下来的话 不是惹小的 那些淡友 你不是说 我把你一巴掌 通常都折得你几脆 打龙珠 是出大拙 不断连环 砌你 不会这么容易放生来的淡友 它这么大力 在那个高位 高位这样压下来 我不觉得它会给你一个放生的空间 你们明白吗 我真的不觉得它会这么容易放生 很有 还有 如果说不听话 我就是说 业绩前吃了 到了我们观点220元 醒目的朋友 反手 今天又吃多一棍 又吃多一棍 就是这么简单 知道吗 刘华问1024 还有什么位置可以进去 什么位置可以进去 其实我觉得1024 1024 我觉得 不是一个好时机进去 它去到90元这个位置 是横行区的顶部 是横行区的顶部 也就是说 它这个走势 和情况 阻力 阻力 三个阻力 这么大 打下去 市场又不好 就像Bitcoin 跌穿2万6千元 炮姐是暂时不会买crypto的 我暂时不会买crypto 之前它升到很高 我都没买 打下去更加不会买 还没参透 参透世事 等我参透有一刻 我千中同大家公布 我看来我今年都未必参透到 但炮姐仍然会很努力 很努力 很努力去参透 其实上周五很多朋友问 为什么美股跌到堵楼械 两天跌成千点 重点或标普都已经跌得很厉害 为什么呢 就是说美国的消费信心 每一个国家的GDP都不同 美国70%靠消费 你现在说我没有信心消费 那就是大件事 七成的GDP 打过八折 很大件事 你明白吗 整个市场震抖了 今天星期四 联储局加息 会不会 拜登一美赖赖赖赖 那人 伯伯是不紧要的 但他的立落程度 比我上周更加高 他很胆怯 施政方面赖赖赖赖赖赖 身为一个领导人 我想回答 為何今天不像星期五的節奏上升 我記得整個星期五去投資討論 中華那邊做直播 一層一層一層上升 水平線 然後亂走 晚上回答 稱之為節奏 節奏是很重要 在我本門的規則 節奏明顯今天變了 第一條防線 第二條防線上不到 夾回再打下來 你見到今天無論是傳統版塊 五號 中而龍創了一個月新低 還是一些ATM在近期高位下跌 其實科指上星期一星期升了9.35% 亦告訴你 升得這麼急 成交又不配合 外圍的資料又差 突然間那些壞東西突然彈出來 好像豹姐吃完榴槤狂爆瘡一樣 當然我沒有這麼方思吃榴槤 昨天有些朋友說爆瘡 我就說吃榴槤和做好瘡都要四個字 適可而止 另一字就是到家就吃 什麼叫做到家就吃 就是兩萬兩千點就吃 騰訊四百元吃 美團二百元吃 一定要吃的 不吃就糟糕了 做淡倉 跌肢 我有一個言語 就是甲枝紅掌 越之披霜 什麼是甲枝紅掌 越之披霜 就是告訴大家 在跌肢來說 對於很多不懂做淡的人類 或者散戶 是一個很痛苦的經歷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這個倉位白白的 哎呀 跌下來很肉痛 心痛 心寒 但是對於一些會做淡的人來說 當然是紅掌 為什麼呢 你現在看到跌了多少 三百分之披霜 還要跌得快而急 如果你做了一些長期的淡倉 紅仔 一開始吃的話 其實已經是一個非常豐厚的利潛 例如今天的同學 他吃了一隻恆子紅 50156 不是叫你買 你自己詳細心思考 細心分析才好去買 因為每一個人的認知能力是不一樣的 倍升紅仔 明白嗎 選擇火箱爆炸力工具 一倍回報 你說是不是很難 我就會覺得一點都不難 但是對於一些不懂的人來說 就很難 大家都要知道 這個情況 這個重點 OK 留言給一個OK的豹姐 各位粉絲們 OK 今天我們8點半 會出一個聯儲局攻略補習版 上星期議題 我們就玩BillyBilly 夠跟隊BillyBilly的同學 都感覺到 原來這麼棒 業績前吃他十幾二十個巴仙 去二十個巴仙 趕完第二天升了二十個巴仙 然後一聲就打回來了 我就告訴你 究竟什麼葫蘆味賣什麼藥 現在這個年代 已經不是單聽號碼 坐到上太空 我每一次出來 跟普通朋友的社交集團 問號碼 永遠都不明白 因為我講的理念 或者我堅信的東西 就是說 那市是有上落的 那市是有波動的 你要長期在市場上贏 一定要懂得正手 懂得反手 OK 不知這個政策說什麼 要記得這個重點 就好像中國方面 是一個疊塵文化的社會 每日是有幾個文化 好像情婦的物體 就跟一個老師來仙人吵架 他說要召號碼 對 叫什麼碼 50個Banny 塞住你條路 這麼幼細 然後就有一些 分愛情的新聞彈出來 挺好笑的 所以說今天節奏是變了 還有我覺得今天彈起的因素 不是很多 除非出國策 如果你說彈起又彈不起 期貨下一站看什麼 20884 至少看20884 今個月的低位 OK 今個月的低位 所以記得不要在頂上顧 在頂上顧 低位 22,000點 寫得很清楚 不是今天寫的 是上個星期五寫的 我們都說了 Baba 波動 這些失業數據 一隻SPAC 7827 看看今天有沒有人買 看款式都是沒有 我今晚都會說一下SPAC 這個東西是什麼 仍然是零成膠 如果你想想 當然是靠開飯的 即是開不了飯 你要細心自己分析 譬如人家 為何我一定不會中投資陷阱 就是那些 劏場陷阱 什麼叫劏場陷阱 幾十萬或百多萬 幾十尺 好像很厲害的 舖主 然後 哎呀 比我這個財經台還少 但是有些人會中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投資 其實就是生活 OK 譬如你淡仔的 太興的 太興的早餐都挺好吃的 那天做完直播去吃 我覺得那些 不知道那些 雪櫥鮮米粉都特別 很彈的 就是說你 退內看的 你要自己感受一下 它有沒有一個的成交 有沒有一個的熱度 有沒有東西幫到去 還是純粹口水東西 OK 口水東西 Sales當然是說到自己的東西好的 這個 誰人都知道的 但是有些人 就會聽 為什麼 因為懶惰 不要那麼懶惰 如果你要成功 千萬千萬不要亂拖 早晨啊 Yen Pan 1475日清 四個白油貨可以保留 其實現在的 糧食危機 小物又貴 大宗商品又貴 什麼都貴的情況下 這些公仔麵品牌 其實都是惡搞的 真心 是惡搞的 你為什麼 因為你有什麼 有盈多 有印尼撈麵 有韓國的辣辣麵 很多不同類型的競爭品牌 你貴幾元的 大佬很肉赤 我不吃的 抗議 不吃出錢一丁的 我覺得你這個位賣 吃了它先 你企圖等它 爆上去的 我覺得不會 還有 還有 這個股份 我沒有推薦給大家的 它那個牌款 一向都是很疏 我不太喜歡 這些很難搞 沒有人跟你玩的 第二 成交低落 什麼成交低落 炒標 最近有炒標的朋友都知道 那些標狂跌 炮仔堅守 死都不買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它還會跌 這些沒有什麼成交的股份 日清的威 但是沒有成交 都不盡量不要選這些股份 因為有什麼冬瓜豆腐 萬一你是大戶 就有100萬貨 可能載下幾十格 盈利空間 上升空間又不大 好像有機會有高的股份 買來做什麼呢 所以來說 所以來說 我覺得我不會買這隻 OK 1769現在好像有些氣息 有沒有機會再上呢 今天那隻 東方 其實都不是今天 這個板塊 因為我講過了 就是一個乾坤大羅爾 什麼叫乾坤大羅爾 這隻就是乾坤大羅爾 因為國家政策 突然間放寬了 之前又說 不要搞搞了 不要補習了 不知為什麼要叫你生小孩 又不讓你補習 很搞笑 他教贏了什麼 就是一個直播間 好像很有dream 有一個dream 現在是一個dream 一元也未變演 他昨天聽了我中學年代的補習老師 梁賀琦小姐 專門的分享會 JCI那邊 他講過一句話 就是 Education never die 不是Love never die 是Education never die 醫食住行在我們疫情 已經是嚴重干擾我們的生活 身心靈也干擾 但是教育 仍然是必須的 必須的 現在他炒一個叫做政治投資法 什麼政治投資法 就是說 他是炒一個政策 炒一個dream 炒一個前景 希望有些增長 但是你看一條數 已經是蝕到嘔了 全部是蝕到嘔了 純粹我覺得他很快會出一些公司行動 OK 很快會出一些公司行動 批股也好 賣仔也好 難得我這個垃圾 一塊鼻涕 假設一塊鼻涕 突然說鼻涕吃到肚有益的 炒枝蓉一塊水賣給你 誰知道鼻涕也有菌 大家不要吃 其實這個教育股 我覺得是一塊鼻涕的東西 就是突然間有價值 突然間 EVOR是驗止口水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覺得 其實都是炒消息的 這些股份 炒消息 你短炒的話 是一定看牌炒的 OK 不是看價炒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只看價炒 很危險的 有時風高浪急 打下來 是不會讓你走得到 簡簡單單 0.63 至0.77 0.14 居而除二 OK 0.07 即是說今天的低位 0.07 即是七毫子閃 七毫子裡面入 熱到有的 不過這些豪子股 我建議大家都是小觸碰為妙 為什麼 都是妖底 妖怪扮人類 我經常都說這些股票 是有些妖怪扮人類的feel 妖足一年才突然扮人類 你覺得它會扮到什麼人類 最多就好像那隻1797 那隻東西 不過它升得這麼快 跌都會跌得很快的 同學仔 知不知道 所以你沒有那麼多膽量 或者你不怕 如果你怕去停牌 公司行動 你又不要搞這個辦法 真心跟你說 我是個老闆代入角色 我肯定這個時候 就會出來CAP水 配股 總之CAP就CAP 為什麼 你這筆給我做而已 那頭又不給 但是我都會推直播間 懶有Dream 好像好得的 再叫你的投資者買 當那隻股票上到 五十大升幅排行榜 你們是不是更加想買 是不是更加想買 其實市場某程度上 就是捉心理 什麼要捉心理 就是捉到你那些人 有些人教 什麼五十大升幅成交 沒錯 很亮麗的 你看看 那幾人回答的時候 都很亮麗的 一定要知道那個節奏 和那個情況 怎樣 GPD龙知道嗎 YES住了 給我一個like 各位粉絲們 只有三個like 這麼悲慘的 有沒有搞錯 真的不行 42個like 都不夠 100個like 才有飯吃 要不然派自己吃薯 我不知道為什麼 街上很想吃薯粉 很衝動 可能節目要衝到街上吃薯粉 12時要派 星戰論症 我又沒有空 是不是 吉利汽車 其實吉利汽車 或者是長城汽車 或者是比亞迪汽車 車子的犯法 今天是逆市中建強勢 真心 為甚麼 達足600點 跌2.7% 甚麼是跑贏大肆 人們經常問 跑贏大肆是甚麼 這就是大肆 跌2.68% 你升0點 升1% 你贏了 贏了 明白嗎 贏了 所以說車仔股 其實今天是強勢的 強勢的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車仔股的資訊 你可以看星期五的投資 我跟Jackson聊天 分析了三種汽車品牌 分析汽車品牌 第一是龍頭 比亞迪 我看穿 歷史真高324.6% 第二是長城的走勢 一定是靚仔的吉利 OK 靚仔的吉利 吉利的品牌分散度太高 車的顏值太低 長城顏值也是低 但是信徒表和板塊強弱來說 我會選擇比亞迪 以及選擇這個長城 我不會選擇吉利仔 OK 不會選擇吉利仔 因為吉利仔之前很多人的愛股 你看到由29個把腰斬下來 令到無數的股民傷心 有時候垃圾的人和垃圾的股票 都要斬掉它 你不斬掉它會影響你的心智 影響你下一個的盈利 的trade 的deal 明白嗎 OK 你不要給這些股民 影響到你的心智 你的心情 這個對於我們人類來說 是非常重要 那為什麼一些人會 生癌症 或者一些絕症 很多時候醫學報告都說了 你的心情不好 影響到心智 這樣就不行了 Happy就問了 3988 OK 3988 這個內銀相對整個市是跌得少的 我會用農場投資法 我八倍奇權教過的 農場投資法做 如果你做得漂亮的話 Coreput做得漂亮 10%over是一定有的 但在大基調前提下 這隻股票的基本面 因素面 不要改變 OK 不要改變 如果有什麼滅世式的情況 什麼叫滅世式的情況 例如潮流改變 小時候我們很喜歡吃葡萄金 突然說 不吃葡萄 不給你吃葡萄 那它就糟糕了 所以來說 大家就要知道一件事 知道一件事就是 不要一些滅世的情況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有些大的波動的出現 好 下一個問題 先看我錯過了 817、819 什麼位可以入700 700我不入住 現在看看 因為第一天打下來 這麼驚恐 你現在真的入 你會覺得太勇敢 這位朋友 你叫什麼名字 劉華 太勇敢了 我不會入700 天能動力 它是做電池的 OK 做電池 不過我覺得它 要做的就做完了 OK 做完了 什麼? 補列口 上個星期五教了大家 補列口的投資法則 補完 功德圓滿 然後你又博咀 不是呀 炮姐今天又 有些勢 勢什麼勢 耶穌轉世 不是呀 不要做夢了 到家到位要吃的 OK 到家到位要吃 乖乖的 聽聽話不說 是的 成交不多 這隻我一向都不推薦給粉絲們 為什麼呢 排太疏 成交又疏 不知道幹什麼鬼 沒有啰嗦 這些股份 一般的 一般的 長期積約 長期積約 總結一下 今天幾個重點 很重要 第一個 今晚補習班的內容 聯儲局 還有SPEC的分析 學多些東西 即是今個星期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業績公佈 只有星期三大家下落 都不用看 第二就是車仔股 車仔股就是看 12333 還有1211 OK 是交易股的 預料會出配股 CAP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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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星期四 聯儲局最激烈的 意識會出來 市場 美股 還要四無結算日 講漏了 四無結算日 今晚我都會分析一下 什麼叫四無結算日 好像很猛 是不是鬼來的 不是鬼 但是是四無結算日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日子 這個會嚴重大幅波動到市場 但是很多香港的投資者 都不知道今晚我會詳細說 這幾個項目 大家記得抄底去 今天市場 我覺得都是窄窄地 因為我們的ATM 仍然是毫無氣息 好像心跳停頓的格局 有些令人擔憂的狀態 有些實業股 勉強頂得住 匯豐也叫做想轉燈 OK 記得觀察市場 究竟會不會喘定 但我都看穿下面的位置 機會大一點 當然這個假設性有主觀 大家投資之前 都要有個人的分析 認知和理解 今天報集班再見 記得 BYE TAMING 踴躍你everything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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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ING